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我们这里是不是就读出来了 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Prompt 而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容,对不对 Hello,Sundi和China 好,那么现在我们的界面已经表现出来了 而且我们知道这美好像就是一个TextView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世界 还是在我们的这个Spanner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设置一下世界 Set On 我们还是看多了一些什么东西没有 果然是多了一些东西 这些都是一样的 这些也是一样的,集层嘛 这也多了一个 叫Atom Click Listener和Atom Non-Click Listener 还有Selected Listener 多了这样的三个世界 一个是被选中了 一个是长按 一个是点击 我们就来实现一下 我们用 我们来看一下介绍啊 他说当一个对象被选中的时候 他的这个事件就是用这个会执行掉 这个是注册了一个回调 这个回调函数是当这个Adapt View被长按的时候 他会执行 这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Spanner Don't Support Atom Click 他说这个是不支持的 然后你调用他会异常 好那我们就 那他留着干嘛呢 这是应该是遗留的时间 应该是遗留的时间 感知API Level 1就开始支持了 反正就是现在 一般就叫大家忽略它 那我们就用Select看一下 New Item Select Listener 实现里面的方法 好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一个叫Unitem Selected 这样子我们按了过后 就把它打出来吧 这个类型的话就打什么呢 就打我们当前的 那么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去查询一下 查询一下它参数的含义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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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在这儿看一下 第一个是Parents 就是它之上的这个AdapterView 什么是AdapterView呢 这个我们之前都说过 Spanner这个类 我们看一下 Spanner这个类 它的积累 Spanner这个类 它的积累 实际上最上面就是AdapterView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大家要去理解一下 其实不光是我们Spanner了 凡是跟我们Adapter数据绑定 相关的一些界面 都要用到这个AdapterView 后面我也可以给大家 在讲自定义空间的时候 会跟大家说 怎么样去实现一个 自己的AdapterView 以后你们也可以写一个 这样一些组件 碰哪去了 这儿 好 这个就是 就是当前我们选中的 它的负累 也就是我们当前选的 这个是个TextView 你就记住 我选的是个TextView 它的负是谁呢 它的负就是这整个空间 这个View就是我们当前 选中的这个空间 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的TextView了 对吧 这个是什么呢 当前的Paris 当前的它的索引 选中的位置 这是选中的ID 我们选中的RowID 行ID 那么下面是它的一些介绍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用到它 我们看我们怎么样来用呢 了解了这些概念之后 打一个什么文字呢 就把我们当前这个文本里面的内容 给它打出来好了 对吧 我们直接就用它 第二 ToStream 我叫GetTextView 直接按ToStream 看一下能不能出来 如果出不来的话 我们就再转换一下 OK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对吧 对吧 选一个Hello 出倒是出来了 但是出的是什么 出的是它的这个实力的信息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转换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个textview 但是后面如果它不是个textview了 我们怎么办呢 后面会讲到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drgettext.toStream 好 用这种方式再试一下 OK 这是我们选中的这样一些效果 对吧 所以非常简单 那么重点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搞清楚的是什么呢 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四个步骤 这四个步骤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实现成为了三步 这一块是非常重点 重中之重 好 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些不满足了 我想了解这个过程 adaptor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还有 我不满足于它现在就一行简单的这样的一个textview 我希望什么呢 它能给我显示两行到三行 至少给我显示两行吧 甚至于前面再加个图片 我希望它前面有一个图片 三列 不是两列 三列 图片 名字 地址 address 这样子来进行个显示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又怎么来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在想 要实现这个 我们之前这个地方 它默认的是个textview 那么这个textview 我们可不可以去自定一个 我们自己的一个行的layout 对不对 想象一下 可不可以啊 以后大家玩的时候都要用到这些内容的 所以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就来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我们这个绑定过程 第一 这是我们的数据员 这叫ds吧 ad吧 adapter 这个叫什么 adview adaptview 管它是个listview 还是spanner 这个叫adaptview 反正 ds adaptview 和adaptview ds它的一个数据员 反正就是实现一个list的接口 然后像那种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数据员的时候 我们刚刚里面传的是不是个stream啊 我们这个时候 我想干嘛呢 我想去定一个自己的对象 比方说就叫用户 user这么一个对象 自定一个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时候 user传进来了 这个string我们还知道 以前我们传的string 我们就直接跟他的textview 绑定就行了 像user传进来了 不行了 这个textview不知道是去找谁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最后 我们希望user 最后我们显示出来 在这个view上的效果是三列的 这样一种情况 第一个还是图片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去 因为把这个复杂的这样一个对象 给他显示成这个样子 在显示过程中 我们很容易去理解 我们这个view 在显示的时候 无非给他定一个layout的xml 给他标定好嘛 这儿一个图片 这儿一个什么textview 这儿一个textview 对吧 这个我们还可以去理解 至少我们只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 但关键是怎么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 我们就不能简单的用我们的arrow arrowadapter arrowadapter就是简单一个数组 只是一个简单的数组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试着去自定一个adapter 我们从哪继承呢 我们从base adapter去继承 还记得那个层次关系 我们来自定一个adapter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在这个adapter里面 建立我们的data source 和我们的data adapterview的一个联系 好 我们来做这个 我先来建立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叫user 就是继承于普通的类 给它定义一些属性 比方说 user name 死菌类型的 死菌类型的 再来一个user dress 也是死菌类型的 然后给它们生成 为了方便起见 我再给它写一个构造函数 一个是Stream 一个是Stream User name 一个是我们的User address 好 这就建立了我们一个 最简单的这样一个用户对象 这是一个静态的类 这个类说白了 只是我们一个 结构的一个描述 对不对 把我们以前的Stream 改成了我们一个 这样的一个类 下面我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下面我就开始要 建立一个新的Adapter 叫我的什么呢 userAdapter 通过继承我们的BaseAdapter过来 大家看 BaseAdapter是一个抽象类 是一个抽象类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实现 它里面的记忆方法 哪些方法呢 GateCount GateAtom GateAtomID 这些内容 通过这些内容 我们要去实验它 那么这些内容从哪来呢 我们要在这里面建一个迭代器 或者要建一个这样的数据集合 比方说 比方说我在这里面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 user这个对象 user 好 我这个users 就是到时候用来建立 就是我们的Adapter 它既然要建立我们的数据源和我们的AdapterView之间联系 想象一下 它内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能够跟那个匹配的 至少能够跟我们数据源匹配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集合 对吧 那么他们在匹配的时候 我们刚才想它是怎么样去连接的呢 是不是在构造函数里头可以直接传 当然也可以你在里面去写一个方法 对不对 好 我们那就在构造函数里面直接先传 所以我们在这里去建立一个方法 这个建立一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里面传一个 首先是要传上下文 是不用置疑的 contact 第二个就要把这个对象给它传进来 我再改一下 别起样名 那么传进来了之后 我们这些都还是浪的 我们就把它先付给它 付给它自己 同理 我再定一个contact上下文 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实现 我现在敲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arrow的那个内部实现了 arrow的内部实现 这就是一个类和类之间的一个传值的这样一个过程 容易去理解 这块能理解吧 就是传值 跟我们数据员建立一个连接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传了值之后呢 我们要去回掉它的这些方法 get count的这些内容 这个我们就很容易去理解了 那当然就是返回我们这个数据集的 是不是数量 ok 那我们就返回一下 就直接side 同理啊 get item 这个就是到时候去回掉的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么我们也是返回这个数据集 大家先用啊 以后还会给大家深入剖析 这个回掉的这个设计模式来 get 直接把这个所影值这个参数给它传进去 就返回的是一个 我们看返回是个什么类型 直接返回的是个U的类型 不好 get item ID 这个是得到我们的对象的一个ID 那么这个应该是 得到对象的ID 哪个是对象的ID呢 看哪个像啊 缩影器 是那个index的一个吗 没有 那就不是index index返回的是它的那个缩影 那这个ID的话 我们就先把这个返回吧 ID有可能是个index啊 就是它的index 那么事实上这个arg arg 其实传进来的也是它的index啊 我们就直接把它返回线 最后一步 这个叫get view 大家要注意了 这个地方get view 实际上这个是不是 我们猜想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adapt 你看我们这个adapt 虜